Hello 各位早晨 這一齣Rings 香港的譯名好像叫做回魂凶靈 還是什麼東西 當然啦 深水清的人都知道 尤其是那些老鬼就知道這個就是午夜凶靈 就是The Ring 的一個續集 有些人以為是一個reboot再拍過 其實就不是 因為他的故事是 是延續著之前的故事 你可以說是這個系列 英文系列裡面的第三集 其實The Ring 就是午夜凶靈這個系列 這個荷里活系列是獨特的 因為一般來說很多時候當你把一個外語片 日本片 中文片 當你把它翻拍做一個荷里活版本的時候 多數都是爛的 你幻想都知道 但是The Ring 出乎意料之外 是這麼好看的 我覺得是 拍得住 有日本原裝的那麼好看的 首先他的故事是講得清楚 日本的版本 以及他的氣氛 認真是縮殺 拍得好 最突出的就是那個女主角 Naomi Watts 我之前從來沒有看過 但是第一次看他真的是超美 超美 他現在還是很美 但是在那一齣裏 是女神一樣的存在 我覺得他比賽賽子漂亮 真的很棒 但是後來 拍第二集的時候 就馬上爛了 第二集我當年在加拿大 是在戲院看的 那些人是看到在戲院裏面笑 哈哈哈哈 我又不能怪責那些人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那些人笑 因為那一集是真的拍得不太好 這個可以說是 他交了那麼多年後 第3集 其實我有點寄望 因為你這些 你這些恐怖片 如果你交在一個懂得拍恐怖片的人的手中 其實你低成本也可以拍得好 很可惜 他交給一個 不懂拍好戲的人 就拍了一齣爛片 首先在選角方面 跟Ring已經差很遠 原來這齣戲的女主角 是很醜的 跟Naomi Watts 又或者跟蔡蔡子那些比較 真的是 天同地彼啊 這個女主角 即使是想做part time girlfriend 都沒有人肯制那一隻 哈哈哈哈 真的令人遺憾成這樣 這個樣子 簡直是樣子壞 我不是說 有漂亮的樣子就大了 事實上有很多 這些鬼戲有個漂亮的女主角都是不好看的 但如果你的樣子實在是太令人遺憾的時候 你是很難看得投入 你是很難代入那個角色 你不會同情他 你想想看這齣戲的時候 貞子的樣子比女主角更漂亮 那你真是不能接受 吞不下 大佬 這齣戲的故事 假設你明白了 你已經知道五夜空靈的 那個premise是怎樣的 他知道你是看一個錄影帶 看了一些影像 然後你其實就是中了咒 要你七天之內你就會死 而五夜空靈的故事裡面 是有一個解救的方法 其實這個解救的方法 你又可以說他make sense 原來是這樣的 在第一集主要是說這件事 因為他花了整齣戲的篇幅 去說怎樣發掘一個方法 去解決 那個咒語 他已經說了出來 那個秘密 到了第三集的時候 他已經假設你知道 那件事 去怎樣解救 所以這齣戲就已經沒有了第一集 那個原意的成份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這集主要是說 那個精子 又或者在英文版本裡面 叫Samara 這個女鬼 他的背景 很著力去說這些東西 就不原意 所以這齣戲就迫於無奈 勉強 他想 製造 一些 害怕的場面 而他製造一些害怕的場面 主要就是 突然間很大聲 又或者是突然有些東西彈出來 是一些很chip 的scare 是完全不恐怖的 是一些很差 很低劣的手法 而且他的故事 是完全 合理的 因為這齣戲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應該知道的話 他就是在說 你如果是看一個 錄影帶 看到一些影像的時候 你是會中了一些咒語 而這齣戲裡面 例如 其中一幕 有兩個男人 他們知道 這件事 他知道你如果看了那些影像 你是會中了那些咒語 那他就 不看 他就叫另外一個女生去看 那個女生看完 他就說有些奇怪的地方 他們 那麼奇怪 然後他們 到底 去看那些影像 你不怕糟糕的嗎 大哥 你們 你的反應要make sense 才行的 你自殺 他直接說是去研究 到底 逐格重播 去看那條片 怎麼會這樣 而那些人是知道會中招的 但是那個故事說他們做完這件事之後 他們是沒有中招的 根本上 就是 那些 根本上就是 龍門任他拜 飄移境界 簡直就是 他說怎樣就怎樣 還有 有一類型的 鬼戲 他是這樣拍法的 他說到主角不斷撞鬼 真的很猛猛 嚇到這個混蛋 然後 到結尾的時候 他才發現原來是這隻鬼 他 要我幫他 他有些信息跟我說 這齣電影 就是走這條這麼笨的路線 無數鬼的電影是走過這條路線 這齣電影也是這樣 你有事就說吧 要不要嚇到別人 這齣電影是浪費的 很多東西都完全合理 我覺得這齣電影 簡直是 令人最失望的 就是他 摧毀了 在荷里活 這個系列能夠繼續下去的可能性 沒有 我覺得沒有 實在是太難 我給這齣電影的評分 只能夠有些 下載也免得 我給你